安吉大陸 有一位大陸的神父 第一次来台湾 我就带着他从香港 坐飞机 然后从台湾机长搭to 到这个台湾捡运 可是那个微信哦 那个简直就叮咚叮咚 你响个不停 我和他说你把那个声音哦 把它调整震动 因为我自己都觉得不太好意思 我不想你们每天早上一起来 会不会跟我一样 先看一下 这个有没有LINE的简讯 那看有一些是例行性的 都是问候问早安早安的 不太重要 那吃完早餐呢 就是会摊开报纸 看头版 今天头版有什么重要的新闻 对这个讯息 消息的掌握 很重要 三天前 满神跟我说 这个圣诞夜 就你讲到我的 他说这个是我们本堂的传统 我心里想说 我也当过这里的本堂 可是我不记得有这个传统 就收到这样的一个讯息 今天 我们刚刚福音听到的 天使给墓洋人报告的大好的消息 耶稣耶稣基督诞生了 他是救的 天主变成人在我们当中 给我们指出呢 我们都是兄弟姐妹 彼此呢 应该来互相相爱 这是大好的一个消息 我们如果能够承接这样的消息 几个月前 赖院长上任了 他就宣布 明年一月要开始调薪3% 可能为在座的大部分呢 都是好消息 调薪3% 尤其是呢 那个薪水已经到底了 没有再调3%呢 你就没有加薪了 记得上一次调薪应该是 冰果一百元 六年前 可是呢 我们这个修会 有一些事业单位的 以及学校单位 调薪3% 学长会有没有调整 为我们来讲呢 就不是好消息 那人事费用很增加 我毕竟呢 当老板的是比较少 员工的是比较多 这是好消息 回来三天前 三四天前回来 参加薪水米沙 结束了 有位妈妈就跟我讲 她说师父师父 你种的地瓜叶都死掉了 这是坏消息 被虫吃了 想不到种在十四楼呢 我想说地瓜叶是最不会长虫的 结果呢 参加虫还可以爬到十四楼 隔天呢 嘉义有个教导 有个姐妹呢 她特别上来辅大 看我们的一个生病的田舌路 她自己开车上来 带了好几大把的地瓜叶 送给我 她自己种了 真是好消息 生命当中就是会有正面的负面的 为我们来讲 我们心态病者要去调整 是好的 是坏的 我们有个年轻的时候 今年三十四岁 然后前阵子 到北京的医院一检查 她说她的骨骼呢 相当于六十岁人的骨骼 为什么呢 脊椎严重的弯曲 还有钙化 她说如果不治疗 熬治疗呢 最严重会瘫痪 为她来讲呢 真的是一个很不好的消息 原本她刚刚修会申请 要去读这个木林智商 我也鼓励她来 可以到玛丽拉 Loyola University 在这个木林智商非常有名 现在怎么办呢 先治病了 可是在北京这边大的医院呢 都跟她讲 能够做得非常有限 那我自己因为接触日本一股疗法 在台北有碰到来 就会去做一下保养 脊椎的这个保养 我就跟她说 你干脆就申请来台湾 然后来这边治一治 我说呢 最起码最起码的 你维持现状 不会更坏 变得比较坏 那我也问了这个治疗师 看看她的情况 她说年轻三十几岁 还可以来治疗 所以生命当中 有一些不幸的事情 有一些来正面的事情 可是我们今天所庆祝的 耶稣基督的诞生来 是好消息 为了承接这样的好消息 如今要告诉我们 其实我们的生活 要做一些调整 要做一些改变的 外在的好消息 要有内在的说 作为来 这样的好消息 才能够生成 生入到我们的心中 内在要做什么样的调整 能改变呢 在学校当校长 有一个提议老师呢 被家长抱怨 学生抱怨 还有呢导师也抱怨 所以在放寒假以前呢 过年前放寒假我就把他找来 找来校长办公室 我跟他说呢 有这些这些这些意见 你是教提议的 今天提议教到呢 连学生家长 还有导师都抱怨 我说你看看呢 是不是如果你年龄差不多了 要不要办理退休 真的不行的话呢 你实际上想想 别的学校有没有开缺 你可以到 转任到别的学校 其实过年晚之后呢 有一天进入校长室 秘书跟我讲说 嬷嬷老师送来礼物了 我说怎么 脑筋是怎么转的 怎么送来礼物呢 我说把礼物退回去 外交呢 外加上两包的茶叶 跟他讲呢 不要跟校长送礼物 我同事之间呢 不需要这么客套 好好教书呢 是比较实在的 可是在世主当中 人的想法就是 希望呢 透过有一点 这些关系 有些礼物呢 是不是好办事 中国人讲说 无欲则刚 吃人的嘴软 拿人的手软 我今天不拿大的东西呢 你面对这个老师呢 当然我会说 我会说我会说我 你可以理直尽壮的 可是当你有些东西 摊了一些小便宜的时候呢 就不太容易 把这个实况呢 真实的呈现出来 有一阵子呢 我在看这个叫做 日本的电视的影集 可能在座里面有一个看 叫做派遣女衣 他一系列的第一级 第一级第二级第三级 好像十月份内要出现 不到第五级吧 这个派遣女衣呢 他就是 在日本的医疗体系之外 为了对抗呢 这个日本人 应该是东京的医疗体系 腐败的一个情况 腐败的一个情况 腐败的电视机里面就出现 病人的家属提了一包礼物 到医院院长的办公室 摆在他桌上 他说 院长 院长 拜托 我的家人呢 住到医院来了 要断手术 院长跟他说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包在我身上 那病人这个家属就离开了 病人家属离开来 院长做的第一个动作 就是把礼物打开 打开不是看上面那一层 是看里面的 下面一层 有没有放现金在里面呢 这就是 所谓的这个医疗体系 败坏的这种情况 你不要说世俗人有这样的诱惑 其实呢 修道人 有时候呢 也难免 要面对一些诱惑 几天前我们有一个神父 他就收到这个网路的诈骗 他就知道网路诈骗 这诈骗呢 他部分是修道人 不是修道人 他也被收到了 是南非的电子信件 他心以为真 虽然呢 说修道人呢 零用钱不多 他还把他有该有 所有的钱不多投注上去了 还不行 然后呢 还跟别人借钱等等 会长最后不行呢 就把他带到南非的大使馆 请南非的大使馆跟他做说明 跟他说呢 神父 这个就是 这个这个这个 给他一些例子 这个完全就是一种诈骗 这神父呢 有一个神父 陪同他去 南非大使馆跟他说明完 结束了 离开大使馆 他就跟我们陪同的神父讲说 他刚刚讲的 那些诈骗的案子呢 是没有错 都是那些情况都是假的 可是呢 我的这个是真的 当人的欲望出来的时候 找你的时候呢 很容易就失去理智 所以好消息 基督诞生在我们当中 这样的好消息 外在的好消息 需要透过内在的修为 而内在的修为 在福定的提醒我们 要过节制的生活 自律的生活 符合公正的生活 要做这样的调整 要做这样的调整 不容易 这个很大的一个挑战 可是呢 当我们慢慢做一些调整 不灰心 多多少少 这些欲望 生理的需求是会有的 只要让他的需求 得到合理的满足 而不是过分的 让他欲望来 来加油 当然 当我们能够用 符合内在的修为的方式 来生活的时候 享有真正的平安 而能够归光荣的余天